最夯的科技關鍵字你一定就聽到 就是JBT 这是游戏股人工智慧实验室 OpenAI他们开发聊天机器人 城市 现在这个城市上线短短两个多页 他们的活跃用户 一个月的活跃用户人数突破了 一亿人次 这已经打破当年T2花九个月达到记录 成为史上用户成长最快的应用城市 其实这个城市就是和微软合作的 所以现在是让Google内部狂拉警报了 他们很担心微软凭借着JBT背后的 深层式AI技术 把Google的经济目 也就是搜寻引擎 还有广告业务给打趴 所以召集的Google也赶快宣布了 说他们推出一个聊天机器人 用这个聊天机器人来强化 自家的搜寻引擎功能 也代表现在矽谷爆发的是 AI的应用大战 矽谷在大战 但最兴奋的是投资人 因为从JBT推出之后 AI的概念股市集体狂飙 像是AI平台C3.AI 今年来股价就已经涨了一倍以上 OpenIA是由特斯拉上班人 马斯克等多位的细股企业家 他们二零五年集资成立 那一开始他们是一个 作为非盈利组织的成立的 不过二零一九年 马斯克宣布离开之后 OpenIA他们设立了盈利的公司 并且接受微软的大笔投资 十亿美元左右 二零二零年 他们发表了当时是最复杂的 自然语言模型JP3 并且独家授权给微软 那么最近看到 就是这个JPT推出之后 今年一月微软传出 又向他们投资达到了百亿美元 也就是现在是背后的最大金主了 那么现在这个JPT 一推出之后 就是因为功能强大而爆红了 他可以做什么呢 他非常厉害 他是有点像Siri 可是他更聪明 他可以按照你的要求 是深层内容的 像是聊天 翻译 回复邮件 甚至他还聪明到 居然可以通过 美国长春藤名校的考试 那关键还在于 他会一直的透过AI 所以他会越来越聪明 因为这个OpenIA 是扩大开放JPT的应用程式界面 等于是替其他公司 打开了商业的应用大门 找到了一个商业模式之后 就可以让他开始赚钱了 哇 就让Google着急到不行了 他们宣布 也退出自家的聊天机器人 展开实测 而且会赶快来向大众开放 那么微软则是浩枕以下 他们表示 即将要来发表新的服务 那可能不只是 和JPT相关的应用 微软已经透露了 希望旗下所有的产品 都可以加入AI技术 那么加州的软体开发商 Citri AI根已经抢先一步 一月底就推出了 整合了OpenAI等 最先进模型的企业产品 中国的百度 今天也证实了 他们三月要推出 叫做文言一新的聊天机器人 股价也是应声暴涨百分之十五 那虽然其实大家知道的 这些科技巨头 Google IBM MD 这些都在发展AI应用 可是投资人呢 明显更热衷于 可以快速获得巨大回报的小型股 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C3 AI呢 近年来大涨近百分之一百五 AI的软体开发商 比克贝尔 今年的股价 已经飙涨了七倍 那把AI技术 应用在音乐方面的消耗 甚至和量子运算相关的 这几家初创公司的股价 也通通都是应声大仗 Chad G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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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横扫全球 对许多人来说 更已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 Chad GPT是旧金山新创 OpenAI旗下最火红专案 以海量文本作为资料库 让AI机器人 有办法像真人一样回答问题 而且范围包山包海 和传统AI最大的不同 在于背后采用的是 生成式AI技术 不只有强大分析能力 还能凭空创作 生成式AI被誉为 未来戏谷兵家必争之地 有创投估计 目前戏谷超过450家新创 都想抢攻这块大饼 但专家警告 Chad GPT发展 还在初期阶段 要民众不要过度依赖 除了可能充斥假资讯 道德拿捏也是难题 例如若有民众询问 炸弹制造方法 等可能造成公众危险的问题 或有学生要求AI 帮忙写报告时 如何让机器人 具备道德观念 避免成为有心人士 滥用的工具 仍是开发商 目前最大考验 金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除了AI应用呢 元宇宙也是科技业 纪念的另一大题材 有其他的应用层面 越来越广 有一个英国的人力资源公司 打造出虚拟实境版的 心理测验 而是说呢 你来求职者呢 他们要置身在 不同的科幻场景 就可以观察这些人 如何克服精心设计的关卡 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 以及道德观 提供给企业更真实的真材参考 四个玩家乍看之像 像在对空挥舞 但穿上虚拟实境的头套 他们是在元宇宙 看似在体验沉浸式电玩 让玩家自由置身各种科幻场景 在时间压力之下 共同挑战解决难题 这是英国人资科技公司 最新打造的元宇宙版游戏心理测验 会为了胜利牺牲队友 或是使用其他手段吗 玩家个性在游戏中一览无遗 场景可能是在活心上的人类基地 也可能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 元宇宙心理测验 就是要透过制造与现实世界的差异 尽可能让玩家沉浸其中 不知不觉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说是更精准的求职 视信测验也不为过 这可望帮企业找到更适合的人选 这回元宇宙风云再起 人资产验也在虚拟世界 喊加一 近新闻无落营江振兴报道